中国一家军工企业的官方网站披露说 中国正在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中国传播重工集团公司官网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 罕见的公开提及中国正在进行核动力航空母舰相关技术的研究 这篇本星期三发布的《中船重工发展战略纲》称 中国正在加快实现核动力航母等相关技术的攻关突破 为海军2025年实现走向深蓝远海的战略转型提供高质量武器装备 此外 《环球时报》星期四也原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的话说 从中船重工的文章来看 中国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制正处于攻坚阶段 还有两位专家也对该报说 核动力航母的研制工作目前不仅仅是启动 应该是以取得初步进展 但是这篇发展纲要星期四在《中船重工》的官网上已经无法找到 《中船重工》是中国最大的海军舰船制造公司 是中国船舶行业唯一一家挤身世界500强的企业 与常规动力航母相比 核动力航母有更强的机动性 以及可以在远离国土的地方作战等很多优势 目前只有美国全面掌握核动力航母技术 中国计划建造核动力航母将意味着 中国海军将在未来七八年时间里彻底走向深蓝 成为世界上或可以跟美国抗航的第二大海军力量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